8号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事件正下 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 与来访的日本外务大臣 上传养子签署相互准入协定 相互准入协定 将允许菲律宾与日本双方 在对方领土部署部队进行训练 在印太紧张升级之际 为两国安全关系的重要防御协定 原力成为 而中共海警165公尺长的巨轮 2号进入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企图恐吓菲律宾 6月17号在南海仁爱暗杀 中共海警人员还对菲律宾海军船只 挥舞刀斧和其他武器爆发冲突 升高南海紧张局势 有鉴于此菲律宾正加强与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以康衡中共在南海日益增加的挑衅行进 新唐人亚的电视 直线李唐吉安 整理报导